好了,我們昨天說到打完這個敬敵,敬敵被我們秒殺了 希望今天這個雙打可以讓大家看看這個雙打的環境是如何 不過他很明顯是新手 好,來吧 我們繼續上次的劇情說到的就是剛剛打完敬敵 而上次也差一點輸給一隻會覺醒力量的卡拉斯 但是最終我們的姆克爾憑著一血的...一血...就是抵擋魚攻擊以一血的姿態 生還在這個戰場上 最後就加入波加馬去戰勝卡拉斯 Benji Go Benji 那隊其實不差 他們的東西是超級标的 誰知道不差 厲害到第一次看 會否太厲害 不過被我這些陰濕仔陰到 被我這些陰濕仔陰到 我一下火焦地龍出來 就是... 聯防了這一下 這一下聯防真的... 這就是所有的聯防 好,我們... 繼續這個珍珠鑽石吧 超音波 OK 不知道要玩多久 不知道要玩多久 以正常速度下 多少個小時才玩完呢 我真的不知道要玩多久 應該要玩四五個小時 精靈球 好 OK,GO 我們差不多要打第一個道館 其實 而第一個道館應該就... 相對地...輕鬆 因為有水系的幫助 原法師 昨天有人叫我捉法師 為什麼他叫原... 他... 正... 正常認什麼 是不是已經叫做... 嗯... 叫什麼 忘記了 我真的... 任蜥蜀 對吧 這隻叫什麼 是圓什麼 圓 不知什麼 最快要兩天 要兩天時間 但你不行 那些是極限的才行 極限的選手 極限的speedrun選手 對方的圓法師被我打到 對方的圓法師被我打到 聽過名字以為很厲害 圓法師 其實圓法師這槍 究竟沒有人用的 哈哈 因為有用過的 沒有人用的 喂 這些真的是堪稱世界... 就是這個Pokemon上 完全沒有人會用的精靈 圓法師 究竟可以怎樣玩 圓啟我 圓啟我 可以... 圓啟我 BENGY圓啟我 圓啟我 打不到我了 已經 慢慢用泡沫攻擊就可以把它噴死了 我們今天進度希望可以打到岩石系道館 岩石系道館對於這個水系起手的人 絕對不會是難的 MARIA 嘩 他出草的屬性 蟲系沒有人權 蟲系 剛才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陰色術是什麼 陰色術是蟲系 陰色術應該是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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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沒有刻意 OK 沒有刻意對打 拍翼吧 拍翼完之後用電污石火 使用料刺膀發擊攻擊 搞定 岩石系道館 其實應該不會是怎樣卡 就算是火系 我想大概去到... 火系的話去到差不多這裡都會進化 進化的時候有格鬥技 其實都叫做... 有些技能可以刻到對面 所以其實水火草三個 三個哪個起頭都很容易打 這個導管 適打一個都很容易打 我覺得 我們看Benji 我們如果一張Benji進賣化 傷害更加高 一下泡沫就可以把他擊殺 那些蟲系 那些蟲系 好像是戰材龍 戰材龍這些... 戰材龍這些我想帶他上戰場 到時在Pocket 1 很想帶... 很想帶...很想用這個希空... 希空隊... 看剛才的Pocket 1 只要... 因為捉了一隻 但是好像很容易死 蟲系 好像什麼小拳石那些 隨便一招... 隨便一招... 隨便一招Water Gun 應該就馬上死了 哈哈哈... 這些就被我殺了 這個好像是給我 你也是訓練家 看見你的標 現在喜歡精靈的人 越來越多 很開心 被傳擊交給你 這招是閃光的 碎眼 OK 如果未得到導管管主的徽章 你是沒辦法使用 飛行系 超音符 化都進不到 我怕 那邊有戰材龍 我記得有化石 但是我忘記他進了化尾 還是小隻 超音波可以中 那就混亂了 超音波這些只有55名中 我記得好像 所以偏向都是... 低名中 好在 打不死了 吸血沒事沒事 很低傷而已 我們要換寵 可以不用換 直接打過去 沒事的 Benji 你不會打自己 三分之一 好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機率會打自己 這個混亂的情況下 大家可以記一記 這個是一個 一邊講解 一邊解說 一邊玩一邊解說一下 可不可以這樣轉過去 不行 OK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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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咦 咧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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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s 好 żk 這隻很棒,應該是7人有沒有放電 我怕他一電電死 22血,他燈了眼 他這招應該是有機會物攻擊 好,照噴 Benji沒那麼容易死的 我又是Benji 撞擊而已 OKOK 如果是雷劍的話,是淒慘 這個版本還可以無限脫飛 又不小心按一下加速 玩慣了幫他關了後衛症 野營少年壓軸勝利 不想這樣加速,不好意思 電光電光 有色電光,很害怕 這個不如吃吧,不要煩了 提心吊膽 提心吊膽的訓練師 是沒有好下場的 只有保持平常心 才可以戰勝一切 成為精靈訓練家大師 如果是7的釋放練,肯定成為童年學夢 也是 真是怕怕的 我這些有恐懼症 往往斑身上的斑點理論上有多少種組合 這些什麼 或者是不知道 捕捉率是多少 嘩,玩到死了 真的 要特地去檢查圖鑑 可能告訴你 比比鳥的捕捉率是多少 巨金怪 或者其他龍系的捕捉率有多少 或者讓你再選擇 什麼 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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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圍其實都挺漂亮 其實 姚美巴 或者考你那些 如果考你Pokemon的問題 問你劇毒的每一回合增加多少 這些都算簡單 但我都未必答得出 老實說 我都未必答得出 因為我很少 因為自從沒有什麼 打Pokemon之後 又 又 劇毒這招技能 開始在劍盾上少見 那就很少會背 或者很少會熟悉這件事 忘記了 動物徽章也沒有 已經看過其他徽章沒有 我建議你跟我挑戰一下 又有這個經歷 哎呀,前面有人 經歷 不要理他 我們滿血 滿血 是你 現在才是你 磨來磨去 行了 不要囉嗦 款主不在這裡 搞什麼 去找鋼鐵先 反正我拿了徽章 OK 鋼鐵 哪種捕捉率最高 剛剛 不是 只是這些題目 Pokemon應該要出這些題目 應該不 應該局限於PTCG Pokemon不是只有PTCG 雖然PTCG應該 PTCG算不算是這個 即這個Pokemon裡面 是最 其實都差不多算是最主流 算不算 算不算已經比Pokemon對戰 好像船 好像船 好像船船 船船 船船 他PTCG也有得 考試試題的 但正常對戰是沒有的 他不會問你劇讀 劇讀一開始多少 慢慢又會變多少 一邊讀上去 最終可以讀到多少下 應該是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 如果一隻 這個又是假設題 有一隻100L的幸福蛋 接著你 還去讀第一回合劇道 他要用多少回合才會死呢 而幸福蛋是會不斷使用生蛋的技能 他又有多少回合給你打得死呢 讀得死呢 這些題目就做死你了 馬上想到頭都爆了 OK 出去吧 Benji 希望我們今天盡量打一對岩石道館 那就差不多了 這水技很少 真可憐 水技有點低 是因為他的特攻問題 還是他有技能呢 技能有多少攻呢 這招技能 好像有R痕 這招技能 怎麼這麼R痕呢 Benji的攻擊 又這麼做 又這麼加速 不好意思 不是啊 招特攻沒問題 也有二十幾個 阿福達斯使用這個治癒靈性毒死 是啊 結果是不死 走啊 這裡不打了 走了好過 這裡也不是高徑 但是要不斷打 完成加速 我習慣了一隻 打到一隻Pocket One 就不斷按空白鍵 這裡小拳石應該死了 幸好這裡小拳石還沒有什麼堅囊 去到後期才有 堅囊是黑白才出的 所以小拳石這些就沒有那麼難打 如果他黑白在 即是如果他把以前的怪 再刷新過 即是再更新過一次 即是小拳石 大岩石那些堅囊 可能 會不會把這個心金 提高了這個level 即是困難難度 看著吧 用這個零六碎眼 就可以把這些外眼的石頭 砰爆了 這樣不像那些打碎石頭 會很愛事 可以 你在這裡的道館 得到徽章 就可以做到 不過你先過了這個管主的認證 第六回合 每日魔法救得快 可以劇毒流 應該要弄這些題目吧 吸引玩家 順便學一下數學的東西 Pocket Bomb本身是一個數學的遊戲 逃走 逃走 是一個很複雜的數學遊戲 Pokemon 其實 但我自己數學都不厲害 你問我加數的東西都不懂 所以我絕對不厲害 來了來了 沒有妖道 確認一下 輕鬆玩最好 輕鬆玩一下 輕鬆玩 探索遊戲史 不過這個是死亡模式 死亡模式的Pokemon 第一次玩 可以成功打贏他們 你可以成功打贏他們 這裡 瞄著過 不行 玩得那麼差 對 Pokemon是一個數學遊戲 可以成功打贏他們 如果你精準 計算得好 其實很多東西都要計算一下 即是某些技能 某些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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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ge 可以打完這隊進化嗎 需要回去回血 應該不用 嘩 水是輕鬆過 水跟草在這個道碗應該輕鬆過 火是比較難 但還是兩回合可以清 打岩射 打岩射 如果有技能 那就另計了 他比我快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大眼不射可以有這麼快速度 一堆小石在他身上 一堆石走得這麼快 大眼不射,為什麼 大眼不射這招技能厲害 35攻 復星我們不要 不要怕打 還要計雙打分傷 對呀,有些技能如果變成雙打又扣少一點 有些技能變成雙打,單打又高傷一點 這個岩字你都不懂 這個字本來是讀岩字 鋼鐵士管主,我是導管管主平田 我們使用岩石屬性的精靈 應該是岩字也讀 和他們一起不斷成功 檢驗一下作為精靈訓練師的實力 和他們戰鬥的精靈 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用這個字 導管管主平田,小拳石 這個是岩字的本社,天元突破教來的 去吧,Benji 好 帶岩石算快 算很快 是帶岩石慢 應該說岩石本身就不快 對呀,岩石本身應該要慢一點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站著是給他慢 沒有 好,秒主角 完全不是問題 岩石也有點通病 岩石屬性也有點通病 可能我突破不是很高 還有特性 如果有適應力加雨天 這個拔瀑布會痛過雨的普通黑屬 對呀,如果你加了所有東西 這就要靠計算 要怎樣算 適應力雨天 我真的要多少 我都要算一算 應該是160乘1.5 應該是 然後如果有道具 通常都是配名祖友 再乘1.3 好,我們16 Benji 打完這個應該可以進化 好,頭蓋龍 頭蓋龍的話就沒問題 對呀,破格的頭蓋龍 我們要不需要弄一隻破格嗎? 不需要 他這裡沒有鋼 可以了 照用泡沫 頭蓋 嘩 嘩,大了 不是吧 先想想 他沒有爆擊打了那麼多 去吧 去吧 大牙你 你頂得住的 Benji回來 再見了 再見了 神經病 嘩,這麼厲害 剛才他還要馬上害怕了 30% 這裡很糟糕 沒有 沒有,這裡要出這隻 一定要 我們已經死了一隻 各位 這裡一定要這樣威嚇他 我們威嚇完之後 這隻都要死 應該 馬上幫我回 頂不住 神經病 這麼難 突然之下 一隻頭蓋龍厲害 燈眼攻擊 OK 阿C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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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Cata都要死了 這裡補多一下 阿Cata要搭著 要搭著他們兩個屍體上 各位 阿Cata 沒有了 這下死了 威嚇完 只有3 擊中要害 阿Cata已經被擊中了 我們再出Benji 我們要搭著那兩個屍體上去 要 有沒有辦法上去呢 這裡還不夠快 慘 這裡打20 哇,10 10 行了 贏了 嘩,這麼少啊 頭蓋龍這麼厲害 OK 追擊不動 40而已 40而已 扣6滴血 行了行了 阿Tours 還有阿Cata 要再見 各位 不要放棄 你千萬不要害怕 這裡 追擊可以 沒有爆擊 嘩 頭蓋真是神經病 搞定 很厲害 這些重令我想起 那些什麼小粒杯 小粒杯 這次的攻擊應該超厲害 這隻 好啊 看來不進化 真的不可以打這個 我們成功了 打完了平田 怎麼會呢 精靈們 我都有今次的1,580 Benji 我們成功打完導管 但你也痛失了兩隻精靈 包括有雷電獅 再加 這隻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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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爪 鋼爪 那鋼爪其實有什麼用呢 那鋼爪 首先鋼爪可以打的是 鴨石 和 兵器 那 那鴨石 我們可以用水打 那如果兵器 我們都可以用水打 但是炎弱 要不要 因為不要哭星 四招攻擊技 好啦 我們把哭星忘記了 Benji 二學習了這個鋼之爪 輸了給一個 道館徽章都未獲得的訓練師 看來不怎麼走運 不幸好你很強 很弱 不過按照管主規矩 我都要給你 精靈聯盟的認證 煤炭就給你了 好 我們搭住了兩隻同胸的屍體 成功打贏了第一個道館 拿走啊 這個76 76 唉 這個隱形癌 大事不能再次使用 使用前 請好好討厭 好啦 各位 大家準備見證這個放山儀式 重玩了 再見了兩隻 戰死 頭蓋龍125攻 這麼高攻 頭蓋龍 小隻 好 BENJI 踩著隊友師弟進化 不如寫下放山幾隻 或者他們的名字 都好 這個我後製做 再捉過他們回來 好啦 再見啦 Tours 拜拜 還有這個CAT 再見啦 多利重生知事 也就是我們再會知事 打完第一個道館 雖然我們成功戰勝了管主 但是我們也痛失了兩位很強勁的夥伴 雖然暫時的level未升 但是依然也是一個很強力的精靈 如果沒有了 沒有了 CATR的 威嚇 CATR絕對贏不了頭蓋龍 所以這裡是歸功於CATR 而Tours 就是用了替身攻 作為替身 就戰死了沙場 對啦 不是手 來搬 寶石 也要快點 電視 鳥